我就是在美馬學校的門口那裏 就看到那些飛機過來 日本製的飛機從那些頭頂那裡飛過去的 那他可能是畜生我那邊飛過去的 那些程度不用飛過來的 三架 六架 九架 十二架 九架 九架 五架 五架 不到幾分鐘之後 那些閃閃閃閃的閃閃的閃閃 那些閃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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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閃 那我在家的時候 那些窗門都震動的 窗門都震動的 哇 你以為大家都有點害怕 怎麼搞的 日本人就打過來 一會兒就跳 日本人又敏感都過來了 啊 但是你兩路 或者你幾路就從深圳河 那邊這麼差過來了 當時呢 我呢 就在上水風溪學校讀書 那個時候呢 我都是十二歲左右 當時呢 就知道日本人 就由深圳草空圍 去到幾鄉大爆 就打去上水雞嶺 即是應在北區議院的附近 那邊呢 就是英國樓的盟兵房來的 最後呢 繼續聽到呢 就有飛機在台北頂飛過 每次都是三架三架 大約每次都是九架到 再去炸香港那邊呢 我就不清楚 那繼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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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軍隊呢 一條路呢 就由羅湖過 葉國的新界 一條呢 就由蒙克島 葉國的新界 那當時呢 那當時呢 我們鄉鎮 就有個孝子屋 就廖金天 就在廖北千 即是 近了河邊那裡 就是英界的地方來的 就在那裡 出任校長 在光禦學校 那這小樓呢 就知道日本車來了 就想說呢 踩車呢 就載車老大樓回家 剛巧去到得宇州的時候呢 就在羅湖車站對面 那個山邊那裡 就機車搶了那個釘車 可是他就逼狂不被 結果被日本車用刺刀刺刺死了 第二條,由蒙岡島過的那條路 就經過一個紅橋,一個紅橋,一個寧堂橋,兩條橋 那時候,英國人就派到印軍,即是印度軍人 就炸了寧堂橋,結果就炸掉了 炸掉了,兩個英軍就要坐車走 但是在那邊的風景發營就打死了 那那條橋就不過了,不過了怎樣呢? 它就會上水村,一個是上北村,一個是下北村 兩條村拆盟房,那些鞋子,還有那些墓,就租橋 現在就是封溪中學對面的那條村 那香港呢,一初到的時候,初初就說 英軍的飛機演習 後來因為日本的飛機是一種品質型,三隻三隻 那來軍在香港,走一日的時間,整個香港淪陷 整個人都走了 所以在幾千之內,香港都非常之亂 那些米舖全部沙門,很混亂的 甚至我們學校那些都受到威脅 我們在中學的時候都沒有辦法上學 那時候就是日本人在茶果嶺叫做垃圾堆 那裡那些英軍在禮漁門,現在道家村那裡禮漁門兵房 我們叫做臨發就是英軍的教官來的 我們那時候就叫做小鬼通訊,那些日本人在奇妝插了那些樹葉的身 走,他們就說,為什麼那些樹葉都要走的呢 就不懂得開槍打人 那後來日本人就有五架攤握車,水綠攤握車到來 就十分鐘左右,十兩分鐘就駛到阿宮岩 在沙基灣阿宮岩就上岸了 上岸之後,跟著就是這個有幾架飛機 五架飛機就炸這個現在金鐘那裡叫做獨鴨 聽說那邊海上在赤柱游上岸了 有些日本人在赤柱游上岸了 大概差八個小時 日本人都指明了嘛 日本人都指明了嘛 大概五天上下,我們走了 四十幾人分兩派,我是第一派 我從香港出發,躲深水埗 一躲深水埗就有個倒口 即是游擊都已經有,深水埗已經有倒口 那個倒口就停一停 那就有個人就出來帶我來了 從深水埗出發,躲這個桂蔥 躲桂蔥又停一停,原來那個又是悟哲站 一躲個樹就見到了,槍格格,很多都有槍 嘩,這裡已經有游擊的了,桂蔥有的了 躲到桂蔥之後,他們動怨我來了 他說你們不要來那麼多東西了 我就拿著這個皮疾,執入皮鞋 他說你這樣也不行的,很遠的路的 走到波瘟了嘛,白色龍瘟了 那麼,結果就拿著不死的房子 所以拿著這個皮疾,什麼要走呢 走到眉多元朗,走到大漠山都行 就不行了,等著它,等著 那麼,這皮鞋走到去扑 那麼,一路走到元朗,天黑了 住一晚,在那裡洗餐飯 第一天早上是左差,便有動身 就走到這個大森林大吉那些地方 就有兩艘船停在那裡 他們這些時候才不穩定的船 顧河瀟灣,打算顧河瀟灣 顧河瀟灣,就即行 一路走到天黑,兩天都不走 走到天黑,就到了 不可能是住在鐵支台 還有,鐵支台有一間庫屋的 修旅,鎮庫住的 游擊隊,甚至那些人走日本仔 從香港走來,經過這裏 都,幾乎每天都有人,有三百人來 我那個老師宣傳抗日,被日本人 漢奸刀刀殺了頭,兩兄弟 這樣我入獄隊,十五歲我都叫去 因為當時日本仔到處強姦殺人 我那個村裡有一個走日本仔 十二歲的女生 她的老母親 走去那裏 名叫馬蛇尿 即蛇水那裏 走到那裏有個鐵籠,在那裏病 因為她濕到水 走夜被日本仔 跟那條水路的竹頭 你強姦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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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她老母親解釋她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這件事呢 就讓我們做青年 就根本就無心做青年 一定要參加打日本仔 要造成一個流離色鎖的人 不能跟蹤,不能吃 日本仔不講人道 你喜歡殺誰就殺誰 強姦就強姦 燒烏就燒烏 甚麼都做謎 那個時候好像不在世紀那樣 那些人 那些又這麼好機會 遺失望不出來 就是兩個世界的對比 如果不出來 就要死路一條 萬一你哪兒輪到你 日本仔駕駛你實了 就啪,沒命了 那不如出來 在上水火車站我們有三個日本仔走過來 我們就在那間拳機裝手舖那裏做傢俬 都不出來 那某個空隙 那麼從那裏做傢俬 那一個空隙 那裏做傢俬 那兩個空隙 到這個空隙 那一個空隙 那一條空隙 就在裏面上 那裏面上 那一條空隙 那一條空隙 就在裏面上 那一條空隙 那裏面上 那裏面上 我們走出來 撿了那些槍 拿了那些薯彈的東西 把牠拖到西洋森田那裡 然後沒有東西走 我自己的工作是有任務來 連位 通知人 聯絡 我最初是幾個人 吉貫那幾個人 我們組織一個組 我叔公叫我促傑 搞這些事情 那時候貿錢 貿什麼 聽起來跟嬸和叔婆 原來不是 我要做孩子 這樣 你就是這樣 我不想跟兒子有心 你自己想要動 是不可以 那是朋友 我們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